这是新疆买的 新疆买的啊 这个真的好吃 不用这样也好吃 太好吃的 妈妈喜欢刘德华 妈妈喜欢刘德华 小宝妈妈好地吗 哎呀我的妈呀 我们俩睡到岛上八点多起来了 炒了几个鸡蛋吃了 现在又得开始干活了 这个活家里边的活真的是没有干完的 不用妈妈 请那继续洗 不用妈妈打扫 你帮妈妈打扫啊 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哎呀从小就知道帮妈妈干活啊 你说 痛了 好慢点别划抖了 嗯 嗯 这样会擦你看 擦了可真干净 这个有没有每次擦这种地板的时候来 就这样呢 这个面是增量的时候啊 你用麻布擦完了之后呢 感觉有油花不说 就这种 这种毛毛一类的东西 这种粉尘一类的东西 它都还站在地板上擦不下来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用这个喷地板 来给大家看一下你手里边拿着 嗯 就用这个擦地板 擦这种楼梯的时候 妈妈 这个 这个油好真香 啊好干净啊 能擦得干干净净了啊 不管你是这种瓷砖的 还是这种是木地板什么的 你只要喷 喷上去一下 喷一下擦一下就能擦得干干净净了啊 光用湿麻布擦的 就是这毛毛什么都站在上面啊 但是你要是用那个擦地板的这个 一擦 这是毛毛就不见了 我橱窗里边有啊 橱窗里边有 最近咱们不直播这是清洁用品 在我橱窗里边就有这个东西 本来在打扫的卫生啊 等一下 刷到刘德华了 这有心呢 你看这有心呢 你下去刷到刘德华了 哎呦妈呦 我都好想抱抱他呀 来我抱抱你啊 我抱你 我都能想象出来 哎呀抱着山口就是这个感觉 抱着刘德华 应该也是这一个感觉 哎呀我又发疯了 我又吃了一样 妈妈喜欢这个男人 他叫刘德华 你说刘德华 刘德华 我爱你 快点 妈妈喜欢谁 刘德华 妈妈喜欢刘德华吗 好妈妈喜欢谁 刘德华 谢谢你 洗手了没有 没洗 没洗 没洗手 过去过来吃饭 妈妈 嗯 现在尝一尝这种 尝一尝什么尝尝你 饭你都不吃你还尝尝面酱 你们山东咽下的星河面酱 行吗 嗯 好吃 好吃什么好吃 小孩不能吃面酱 可以把这个菜 炒了个丝瓜 明天阿爸摘的几个丝瓜 给我炒了 妈妈 妈妈吃这个行 你把有肉你吃吧 菜也吃肉也吃鸡蛋也吃 你看 这么一卷你要不要 这我给你吗 不 不吃鸡蛋 你吃 嗯 你买有鸡蛋 嗯 你买有鸡蛋 这个真的好吃 不用这样也好吃啊 太好吃的 妈妈 尝一尝这个吧 那是肥肉 你吃吗 嗯 好吃吧 很快的 好 那么快的加 哎呀 吃了个肥肉吗 哎呀 好吃吗 香吧 肥肉真香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哎呀 哎呀 离死了 哎呀妈 怕这么点就离死了 就你自己练了 那俩小的没练啊 妈妈 给我这 这什么 大葱 这什么 辣椒 嗯 还弄点利益 阿妈 这阿妈 这的馒头 啊 哎 有没有妈妈的快递 哈哈哈哈 哎呦 哦呦 真棒啊 这都拿动了 哎呀 不往这走 往这 往这 往前走 我买点 希望收入 你想吃什么 天下要什么 啊 香肠 要哪个香肠 那那个细的 这个鱼饼茶吗 细的那个就行 哎呀 买菜有人帮我拿框了啊 吃点什么菜呀 天下 吃个大头菜 要不要大头菜 炒个大头菜 你吃吃吧 鸡爪子 哈哈哈哈 买了 希望家的小肠 还有这个猪蹄子 是不是 好吃吗 猪蹄子 这两天没好好吃肉了 咱俩 香不香 好不好吃 这么拿油吃就行 在中国真好 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 好多好吃的中国 看这是我妈用大锅 蒸的这个花卷 大埋兔 老萱头的 是这样的 老辈儿 这是老辈儿 做的这埋兔老萱了 老有味道 妈妈喜欢刘大卷 对 妈妈喜欢刘大卷 对 别忘了啊 妈妈喜欢刘大卷 馒头就位了 我们烟台的新河面酱就位了 洋葱有了 这是多少时间以前买的糖素蒜 糖素蒜也 拿出来 没坏 而且呢 我给我自己买了点这个卤 叫丁卤吧 这是我的晚饭 我闺女不怎么饿应该是 刚才吃了根小糖吃点猪蹄子吧 我要开饭了 先酥了个这个卤吧 还是卤辣辣的老有滋味了 平时 平时不怎么烙的吃辣的东西啊 嗯嗯 这味儿的 就用这个卤酒的买酒吃辣好吃 妈妈喜欢刘大卷 吃吧 好漂亮啊 妈妈 这个拿走 好 快吃吧 妈妈 我上次看他 你上来看什么 你快吃饭吧 哎呀 快被上去了 老爷得上把摸摸那个灰 爸爸把这还给我摸摸 妈妈 那你先买个镜子 给你 你有粉色的 好 那这个镜子 镜子摁一下 摁一下这里 摁一下这里 就打开了 你们俩一人一个啊 小女孩 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漂不漂亮啊 实际摁一下 我里摁 是我爸 这好厉害 啊好厉害啊 哎呀 嗯 按一下打开了 这是新疆买的 啊新疆买的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发现我了 你要干什么 你呢 啊 喝这个吗 先喝这个吧 喝这个喝完吧 咱们喝完 嗯 姐姐 妈 还就少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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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好吃吗 你给我吃吧 那样吃吗 那样吃吗 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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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开了一个马上有1000万的网红 我们最近要开自己的一个专场吧 庆祝也是请好多的一些歌手 跟他差不多的一些歌手什么一起唱歌 他做了好多的横幅什么东西的 里边好多的话说的 让我想起来以前的回忆 我就想起来了 我最开始的时候做直播 直播间聊天就五个人 卖货的话 直播间也就二十个人三十个人 慢慢做到直播间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甚至有时候会几千个人 自己这么十年 从2021年我闺女还小的时候 抱着我闺女直播 自己都可以一天不用吃饭 最后是从早上到八九点钟开始直播 到下午的三四点钟 这期间是不吃东西不喝水的 还要抱着我闺女 哎我就说 自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经历的一些事情 会历历在目的刻在脑子的 某一些事情 某一首歌啊 某一首音乐会刺激你 让你把以前的一些不好的回忆 挖掘出来的吧 慢慢慢慢的我做视频呢 就像在讲故事一样 就像是在跟朋友们讲故事一样 把我的生活什么的都展现出来 我觉得能坚持的话 我一定要坚持 也许等到某一天 你拿出来这支视频 你在看的时候 你是笑着 或者是哭着 把它看完的 会想起以前你遗忘的一些东西 你哼哼哼哼哼 你该吃饭 不赶快去洗手机 你还跟着墨镜撕 尝尝怎么样 放点大蒜 想不想我了 行不行 还行 还行 味道还行吗 好 就这饼吃 不就这饼吃不行 先吃块饼了 小学姐先吃块饼 因为这里边有大蒜 它到时候拉着肚子成 来的现在有很大的变化 知道吃饭以前要洗手 是不是 你今天吃完饭之后 把自己的碗筷子放在水桃里边 等刷刷 吃完饭又是洗手去了 饭前饭后都洗手 还知道帮我把筷子 把碗放到水桃里边 有进步 那不讲一个 不客气 你确定长大了 你确定懂事情了 等着我呀 好 下来 哎 哎 怎么 姐姐不吃给你了 哎呀 姐姐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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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站好了 妈妈 你想吃 想吃什么 要这个 这个 你和姐姐一起吃 妈妈要想吃 这个 好 这个 谢谢你 好 这个给你一个 这个一个 不能一下吃那么多 来 你们俩一起吃 换着吃 你给姐姐点吃 这个 这个 我们一样 这个 棒棒糖是一样的 其他你们两个换着吃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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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上